一根十米粗的管子 丝丝地撑开男人的樱桃咬嘴 这把男人吓得说都不会话了 接着 医生又拔下了66米长的水管 直接给男人来了个深吼 好家事 这种感觉 恐怕只有女人能懂 最后 医生用白内的小手 缓缓地打开开关 一瞬间 那666条泥丘 顺着管子 扑吃扑吃 全流进了男人的嘴里 你就就像坐高铁一样 只打烂男人的胃部 然后再转机 来到了身体的各个器官 这样一套骚操作下来 居然只为了这么一滴地沟油 故事的开始 当中正在开车时 突然一只迷路的迷路望出 导致车子直接翻下了山坡 等大壮在车醒来时 已经来到了一家医院 而自己的腿 也已经被呼上了石灰 医生叮嘱他 让他多喝热水 因为有句话说的好 热水能治百病 可大壮一口下去 感觉水有点不对劲 杯子里居然全都是寄生虫 他煮着拐棍出来溜弯 又发现了诡异的事情 这里年轻的大妈们 潜水不但不用养济瓶 甚至一浅就11个钟头 更奇怪的是 澡堂明明就一条路 可大壮走着走着却迷了路 看似祥和的医院里 暗地却充满了诡异 这天大壮看到 冰箱里传来的动静 他慢慢靠近 打开了上面的盖子 好家事 那尼秀下来大壮一跳 瞬间腿都不全了 可过了几秒 他又仔细一瞧 那尼秀又消失不见了 再这样下去 大壮不啥也要疯了 生气的大壮 抱着马桶就给他拆了下来 也许在别人眼里 此时的大壮和疯子没什么区别 这天 在医生的忽悠下 说要给大壮做个水疗 治一治他的断腿 于是 大壮嘴里带着氧气罐 安静地躺在了水箱里 慢慢地沉了下去 医生表示 这样的治疗方法 不但能照他骨折的腿 甚至还可以长生不老 可就在治疗时 那尼秀又突然冒了出来 这是可以让人长生不老的水疗 嘴巴含住氧气管子 在105度的蒸馏水中 不吃不喝 泡上个七七四十八天 即可达到长生不老的效果 眼看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一条泥丘突然冒出 朝着大壮游了过去 察觉到异常的大壮 睁开了眼睛 好家事 666条泥丘 已经把他们包围了起来 大壮急忙游到窗前 拍玻璃求救 可惜发出不了声音 他只好朝上游去 尝试寻找出口 这时 氧气管突然掉落 大量的海水 瞬间涌入了他的鼻子里 导致大壮很快出现了缺氧 最终淹死了过去 好在医生及时发现 把他从池子里捞了出来 大壮情绪十分激动 说池子里有泥丘 可一只拿手电筒一照 里面却什么都没有 看样子 又是大壮出现了幻觉 犯后 大壮通过和一个年轻美女聊天得知 这里原本是一个实验室 就是利用人类的身体 做长生不老药 被做过实验的人 都瘦得跟开祸一样 最后被福伯勒给查封了 就这几天 实验室才被改造成了医院 听完美女的话 大壮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他怀疑自己被当成了实验品 果然 这天大壮在照镜子时 发现自己洁白的牙齿 出现了松动的现象 大壮有手尝试掰了一下 好家事 居然轻松就掉了下来 这一幕 顿时把大壮吓傻了 他急忙找到护士 询问自己的情况 医生把他带到检查室 准备给他认真检查一下 可此时的大壮 却显得十分紧张 因为在这个屋子里 他看到几万颗牙齿 这就代表着 至少有几万人来过这里 突然 医生命令手下 把大壮给绑在了椅子上 决定给他好好治一下牙齿 医生用劳务钱 撑开男人嘴巴 然后给他带上开栽器 这样 男人就闭不上嘴巴了 随后 医生拿出一把手电钻 逃着男人大门牙倒去 由于过程太暴力 咱们暂时跳过 吃去门牙的大壮 来到警局报警 没想到 风波勒居然吃了医生的回扣 一个电话 又让医生来接他了 无助的大壮 只能乖乖地又回到了医院 假装接受他们的治疗 获得信任以后 再找机会逃离这里 在得知自己 中了医院的骗局后 大壮摔碎杯子 拉开了腿上的石灰 好家事 果然如自己所想 自己腿根本没骨折 原来 这是一所拿医院当幌子 背地里做实验的实验基地 晚上 大壮装着胆子 来到了实验室 发现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瓶子 里面装的全是人类的组织 得知真相的大壮 把事情告诉了所有受害者 这根本不是医院 也不可能让人唱声 在我们都是小到蠢 是他们的誓言聘而已 可没想到 这些年轻人 早就在医生的洗脑下 失去了判断能力 反而把大壮当成了疯子 看样子 整个医院的病人里 只有大壮还处于清醒状态 为了救下这些无辜的人类 大壮拿出汽油 一把点燃了整个医院 有些人在火光的照射下 翩翩起舞 而有些人 在拼命全力地拯救医院 这时 一个哇塞的女孩 推着二八大杠走了出来 两人一见钟情 故事的最后 大壮带着他离开了这里 从此过上了不可描述的生活 此时大壮的邪恶一笑 有没有似曾相似的感觉呢 关注琪琪 带你走进电人声